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发球规则实际上是国际拼联和运动员之间的一种博弈 合法发球 我们主要讲四个要点 第一点 抛球至少有16厘米 为什么要限制抛球高度呢 因为如果运动员抛球很低或者不抛球 发球的出手速度很快 揭发球的难度较大 那裁判员是如何来判定运动员的抛球至少有16厘米呢 这是球网 网高15.25厘米 裁判员是以球网为参照物 快速地对运动员的抛球高度进行对比和判断 合法发球第二点 抛球几乎垂直 这是判定发球是否合法的一个难点 我们如何来理解几乎垂直呢 在英文原文规则中对应的词是near vertically 在国际平联公布的技术官员手册中 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几乎垂直 以此来规范全球的国际级裁判有统一的执法尺度 我们先看左图 这是抛球点 抛球至C点 抛球垂直 如果抛球至B点和C点之间的角度 几乎垂直 如果抛球至A点或者D点 则为斜抛 看右图 这是抛球点 这是基球点 也就是说相同的抛球点和基球点 如果抛球很高 那么有一点倾斜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如果抛球很低 如弧线A则为斜抛 合法发球第三点 无折挡发球 在2002年之前 无折挡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乒乓球规则中 当时的运动员是可以这样发球的 发球时 非持拍手可以不撤离 因此有可能遮挡球拍 击球的动作 在2002年之后开始实施无折挡发球 无折挡的概念是什么呢 是球被抛起后 发球员的飞驰拍手 要迅速的撤离身体和球网之间的区域 并且不能够用发球员或其双打同伴的身体 或者衣服的任何部位来遮挡皆发球员的视线 也就是说在这个图中 绿色的区域是干净的 无折挡的 在国际比赛中 有些运动员 他的非持拍手撤离的很快 但是他有可能用身体的其他部位 比如说肩膀来遮挡 大家看我这个动作 球抛起后 非持拍手撤离的很快 但是在击球的瞬间 用肩部来遮挡球拍击球的动作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裁判员对运动员发球合法性的判法 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并且可能出现裁判员之间的主观差异 第四点 我讲球的空间位置 从发球开始到球被击出 整个过程 球必须在球台的水平面之上 端线之后 我们来看图 这条线是端线 这条线是球台水平面的延长线 整个发球过程 球体必须在球台的水平面之上 和端线之后 接下来我讲判法 如果裁判员第一次对运动员发球合法性感到怀疑 高度够吗 是几乎垂直吗 是发球无遮挡吗 裁判员要对发球员进行警告 如果裁判员第二次对运动员的发球合法性感到怀疑 裁判员必须判其失一分 而不是再次警告 那如果裁判员确信运动员的发球不合法 裁判员要直接判其失分 而无需警告 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 发球鞋抛 抛球倾斜的角度较大 发球尾力 案例二 存在的问题是台内击球 我们看 如果运动员不击球 球将直接弹在球台上 在端线以内击球 发球尾力 案例三 存在的问题是非吃拍手遮挡 运动员向上抛球时 非吃拍手动作撤离得很大 看起来是符合规则的发球动作 但是在击球的瞬间 非吃拍手遮挡 发球尾力 案例四 抛球时 球低于比赛台面 大家看这名运动员 他向上抛球时 手略微下沉 这是由部分球体低于球台的水平面 随后的动作也出现斜抛 发球尾力 在研究中 我们用Dotfish软件来计算运动员的抛球高度和抛球角度 并把这些数据反馈给运动员作为其修正发球的主要参考 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总是面临着更为严格的判法 任何在规则边缘徘徊的发球动作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现在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丁宁在奥运会决赛中发球被判的视频 Fault的意思是发球尾力是一分 要垂直抛球 裁判的意思是 正手发球 因为他的四抛发球三抛都被警告或直接判罚 一点上就要看丁宁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那李小夹在第二局8比5领先 一局先胜 大家看 丁宁抛球 向上抛球前 向后回撤再向上抛 Fault 非常可惜 又判了丁宁的一个发球 斜抛 现在可以说把丁宁推向了一个绝境 因为这个发球 一个一分的判法 丁宁在问是高度不够吗 裁判的意思是说要垂直抛球并且继续比赛 可以和裁判去论 可以问清楚到底什么原因 是高度不够还是抛球有旋转 现在9比5 反过来对李小夹来讲 机会就更大了 现在9比5 丁宁开始采用下分去发球 Fault 裁判认为高度不够 我个人是在奥运会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 我认为丁宁的下蹲发球高度没有问题 丁宁没有继续比赛 而是走向毛巾盒擦汗 主裁出示红黄牌 再判其失一分 这一分呢是对丁宁不良行为的判法 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是不良行为 乒乓球比赛中的不良行为是指 影响对手 故意延误比赛 冒犯观众 影响本项运动声誉的一切不良行为 当冒犯行为不太严重 第一次 裁判员出示黄牌警告 第二次裁判员 红黄牌判失一分 第三次 红黄牌判失两分 如果此后运动员仍有冒犯 根据规则 裁判员不再继续罚分 而是中断比赛报告裁判长 作为国际级裁判长 我们通常的处理方式是 取消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在这场奥运会女单决赛中 丁宁已经因为延误比赛 得到过一张黄牌 当裁判员再次判丁宁 发球直接失分时 他难以马上接手 而是走向毛巾盒擦汗 我在以前的课上说过 正式的乒乓球比赛 每六分才能用毛巾擦一次汗 而丁宁的这次擦汗时机 并不是合法的擦汗时间 因此这一行为 被裁判员认定为再次延误比赛 红黄牌判失一分 如果冒犯行为很严重 裁判员则不再启动罚分系统 而是中断比赛报告裁判长 由裁判长做出相应的惩罚措施 下面呢 我们来小结一下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在第一部分我讲了什么是合法发球 四个要点 第一 抛球至少有16厘米 第二 抛球要几乎垂直 第三 发球无折挡 第四 从抛球开始到击球 整个过程 球必须在球台的水平面之上 端线之外 第二点 我讲了什么是不良行为 及其判法 在下节课我们将进行正式的教学比赛 希望大家能够把我这节课讲的规则 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